我们都知道冬村给人的印象就是草木旺盛 经常会有野菜野果 在以前平均的年代 很多人家吃不饱船不难 就靠着紧紧的野菜填饱肚子 所以现在还有很多人忘不了当时的味道 如今野菜野果也成了强受的食物 当然也有些草是我们常见的 但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它的用途 经常的会被忽略 这些野草有的能吃有的能入药 总的来说很多野草吃得身体有好处的 在冬村也常见的一种小农草 舌尖了都要倒走 虽不起眼却价值高 你见过吗 这种草经常长在房前屋后 很多农村人应该不会陌生 长得还是挺好看的 杰出的果实长像是小板的葡萄 在民间很多人称它为小农草 也有的地方叫做扛板龟岛金沟 它的学名叫做河白草 这种草是非常常见的 它的叶子的形状很好看 很像是三角形 颜色是淡绿色的 看出的花很小 不过数量非常的多 颜色也有很多种 有淡红色的白色的 它的果子是圆形的 等到变黑了才算是真正成熟的果子 这种草远远望去花团紧簇 虽说不是那么艳丽 却给人一种情形的感觉 为什么会绕着它走呢 主要是这种草的自我保护意识非常的强 经常有人看到这种好看的草 就想要用手去摸一摸 千万可别 这种草的躯干上是有刺的 稍微不注意说不定就受伤了 而且这种草身上的刺是倒垢刺 正是有了这种刺 它才会顺着墙爬 所以见了这种草 千万不要去碰它的藤蔓 以防扎伤 由于它身上的刺 再加上储存效果比较好 所以蛇见了都绕到走 之所以叫做降农草 也是有原因的 农村老人经常说 如果被蛇或者是蚊虫领咬的话 没有这种草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也就是能降住这些东西 所以人们就给起了个这样的名字 采收储藏一般在6到9月份下丘间采收 割取地上部分显涌或晾干 它主要生于荒芜的钩岸 河边及村庄附近 基本上在全国每个地方都有 要好好的利用起来 这种草你见过吗 你们那儿的叫什么名字 欢迎留言与我们交流